好 我现在这个就是说 再做这个是重新录影 再做一次补充 就是刚刚有说明这个多变 就是线性模型 它不能够做完整的共变数分析 这是没有错 但是我那个少讲 或者是错误的讲了 就是其实它是可以做 部分项目的共变数分析 这怎么说 就刚刚我们是有 我们刚刚已经是示范到 我们可以设定 做两个模型之间的比较 然后也可以看到比较的结果 那这里手比较的就是说 是比较有共变数 共变像H 跟没有共变像的这两个模型 好 那它的比较结果在这里 那大家我们可以再对 我们用这个数字 去对照一下下面的ENCOVA 我们会发现跟它ENCOVA这边的 这个统计资料表 里面的这个F值 P值还有自由度等等都是 都是一致的 就是H这一个部分 所以依此类对假设我今天我是变成我想要去知道 这个Stress跟Commute的自由度的这个交互作用 是不是真的像ENCOVA这样是显著的话 那用那个线性模型的处理就是我们要设定这个4Model呢 是就是说还是跟原来一样是这个有共变数的 那NuModel就要变成是加上H 所以现在 等一下 所以现在 就是那个这个曲级 这里就是要改成左边这个样子 有没有看到 就是要改成说 刚刚本来 刚刚稍微再 在那个改变一下 刚刚的本来的 曲级是 曲级1是 有两个 就是说 就是说是 一直都没有进来 重来一次 好就是说 本来的是这样子 本来前面的 我再做一个 从头做一个示范 就是本来的呢 是 本来前面的 本来一开始 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设定 就是比较有共变数跟没有共变数的两个Model 那这个就是等于 这个6.39到0.023 就等于这边这个H这里的 好 那这个14.5呢 我们是可以改成 把这个模型 就是说改成Full Model跟 跟没有调整 但是有H的这个共变数的Model 做一个比较 那要 那在这边这个曲级的设定 要怎么改 那就是把它变成是 就是说 曲级1放这个 放这个 改成是放这个 两个读变像跟这个H 那这个就是Nu Model 然后 曲级2就是放 交放两个读变像的交互作用 然后这边你们可以看到 14.21150.02 那它就等于 跟这边这个是一样的 好 然后那个M2 F值 它这边没有比较 没有出来的只有 sum2而已 好 那所以说 那其他的两个读变像 主要效果 你们也可以 呃 就是说 呃 对不起 这边改一下 刚刚刚刚刚刚我们就停在这 就是这个 Nu Model就是说要有H 好 那么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呃 就可以一个一个得到 那个 各个主要变 主要效果跟交互作用 还有共变相的 好 跟这个Ancoba是一致的效果 好 那当然这里 这个也这个一步一步做会很 是有点麻 是有点麻烦 好 所以 所以说 呃 在这里 在这里关于用回归 用这个线性回归模型 认识Ancoba 这只是一个那个单纯的 单纯的 透过这个学习 让同学们知道 OK 好 那我在这边就补充完毕 这边就补充完毕 就补充完毕 就补充完毕